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收看頂尖銀家節目 我是李建民 有個好消息 要透露給全國的觀眾朋友 也就是說 在4月19號這個禮拜六 下午的2點到4點 我李建民李老師 在台北有一場 免費的投資講座 尋找下一檔治冠 我相信這一波 你看到治冠的漲勢是相當的伶俐 大家都知道暗黑破壞神三 正式在市面上推出之後 造成轟動 所以對於治冠的一個 基本面來講的話是天大的力度 當然你持續鎖定治冠 你到底有沒有賺到治冠呢 那治冠漲漲上去了 你也知道我們逢高有站在賣方 有沒有一檔股票能夠比照 治冠的飆漲模式 而我又是如何 尋找到像治冠這樣短期間之內 能夠馬上累積你人生財富的標股 我會在這場免費的投資講座 稍微透露給各位 到底我是怎麼選股的 甚至你也有這個機會 能夠參與到我們的頂尖標股2 所以投資朋友務必要好好的把握 好 那麼言歸正傳 今天是4月的台子期 最後交易日跟結算日 如果這個波段 你跟我們一樣站在同一陣線 你從2月5號跟著我們一樣 勇敢地站在買方 我相信 不管是現股也好 或者說期貨部分也好 你應該是大獲全勝 而今天呢 4月台子期呢 有再度創下波段的新高 甚至近3年的新高 那我們現貨的部分的話呢 大盤指數差11點 又要什麼 又要再創近3年新高 投資朋友不要預設立場 這絕對是一個金金漲的格局 如果你預設立場的話呢 真的會上市很多賺錢的機會 因為到今天為止 外資已經連續18買 天天買買不停 所以這邊絕對沒有悲觀的必要 重點是呢 明天喔 有191家 上市上位的公司的話 恢復融資融券 所以你說今天那量好像明顯不夠 明天可能呢 就會做出一個補量的姿態喔 可是明天到底要怎麼操作呢 好 我們先看看大盤 今天大盤啊 驚天動地啊 你看馬上打破照近一點 今天最高來到多少點 8968點 而之前的高點是8978點 是不是只差11點 我認為呢 會不會過8978的高點 會不會過9000點 這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 可是那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到底 明天呢 我要直接呢 市價買進 還是說呢 等大盤拉回呢 要站在買方啊 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我也告訴各位啊 你要把指數放兩旁啊 個股擺中央 今天的指數呢 差一點過高 有很多個股是再度創下呢 今年新高 三年新高 或者是N年的新高 可是也有破底的股票喔 所以選對股喔 跟選錯股 命運是完全不同的 我要告訴各位啊 股票市場的話呢 每天都有股票應該買 也有股票呢 應該什麼 站在買方啊 重點是呢 你要怎麼去判斷嘛 那才是個重點啊 好 你看這次大盤的日K線 是不是差一點再過高 4月10號的高點的話 那差11點就突破了嘛 而今天呢 也有做出持續呢 補量的動作嘛 一打好的股票你要怎麼操作 我說你要知其然啊 更知其所以然啊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呢 最近這兩三天的話 Apple概念個股呢 表現非常的強勢啊 那麼今天呢 Apple的概念個股的話呢 延燒到什麼 2474的可乘啊 哇不得了 盤中啊 差一檔亮燈漲停板 而且呢 是再創新高啊 另外 你看喔 6176的瑞儀啊 一樣嘛 背光板的概念個股 是連續三天往上漲 而且呢 今天是什麼 再創高嘛 而我們鎖定的呢 一旦好的標的啊 你要在他剛剛發動那個點啊 你要勇敢的切入嘛 你要說黑馬股 標馬股不管什麼嘛 反正啊 就是要發動的那個點啊 你懂得切入啊 股價就是標不停啊 我說你永遠不要說 老師我要買在最低點啊 因為如果你想要買最低點 那是不會動的點 不會漲的點 太浪費時間啊 你要買在他會狂飆大漲的點嘛 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在操作上 有正確的投資理念啊 我們寧可是往上加碼 而不要往下攤平啊 因為往下攤平真的是越攤越平啊 你看最近的話太陽能的族群 LED的族群是不是平民破底 我們先看好學生啊 好上個禮拜四呢 中光店 為什麼外資在當天大買一萬零三百多張 而當天呢我有帶我的會員呢 站在買方啊 有沒有例所長聽 有 那麼他有兩天的拉回 上個禮拜五跟這個禮拜一兩天的拉回 你有沒有呢懂得低肩呢 可是沒有我盤中的代理 漲的時候呢你覺得呢不能追啊 老師啊追高有風險啊 跌的時候呢老師啊已經轉弱了 怎麼可以買 那我請問各位 到底什麼時候要買 股票就是買跟賣的問題嘛 你每天在煩惱呢 到底要怎麼去選股 好你選對好的標的了 那什麼時候要買呢 你看一下 4月10號呢你錯過第一次的買點 我一樣會帶你買嘛 老師我不想追高可以 我也很清楚呢 我的會員呢有兩派嘛 一個是比較主動積極的啦 一個是比較被動啊 然後比較保守的 你也不能說呢 對還是不對嘛 因為那每個人操作心態是不同的嘛 這可能跟你的年齡呢 或者說呢 你在市場上風險的接受度呢 有很大的關聯嘛 所以為什麼呢 如果你有去在投信去認購基金的時候 他會做一個什麼 這個風險屬性的評估嘛 如果是屬於呢 能夠接受高風險的話呢 他才讓你去什麼 投資呢 屬於呢 波動性比較大 風險比較大的這個投資商品 那如果你的一個風險接受度比較低 可能呢他就不會讓你去買呢 可能這個新衣市場啊 或者這個拉丁美洲這種波動比較大的這個市場 所以操作上的話呢 你要按照你個人的屬性啊 去做什麼 去做評估嘛 你不要保守的話呢 我一樣啊 上個禮拜五呢 帶你買進嘛 加媽買進啊 很好買 為什麼 因為當天的中光線是開低啊 走低往下打嘛 你如果呢 勇敢的站在買方的話呢 這個禮拜二呢 我的天啊 差一點第二次掌停板耶 投資朋友 為什麼中光電從我切入以後變成標股了 為什麼大牛能夠翻身 如果後面沒有天大的利多 我請問各位啊 你先看我們的口訊嘛 昨天禮拜二呢 恭賀中光電大漲再創近三年新高持股呢 仍然暴老嘛 所以投資朋友說 老師啊 中光電到底什麼時候該賣 你就鎖定我的節目嘛 或者你看了我的節目呢 老師啊 謝謝你 喔 真的非常感謝李老師啊 毫無保留啊 上個禮拜四告訴我 所以呢 我上個禮拜五 或者這個禮拜一呢 我有買 可是呢我不想呢 這個去煩惱呢 到底什麼時候該賣的問題 那我就交給李老師就可以嘛 Bingo啊 那正確答案嘛 因為我既然能夠在起帳點 帶我的會員買進 你認為什麼時候賣 我難道沒辦法知道嗎 好 第一次買點是3月27號 你錯過了 沒有關係 你還有第二次上升的機會 4月10號 4月10號呢 你也錯過了 老師啊我不想追高啦 可以 4月11號呢 我帶你什麼 逢低站在買方啊 那買的結果呢 有沒有債賞近3年新高 我要告訴各位 我的操作不會是百分之百啊 所以你也不要說過高的期待 跟著我操作的話 一定要每一檔是狂飆大漲 漲底板創新高漲不停啊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只要我有把握的個股的話 我就是一路的什麼 一路的加碼買進啊 甚至有新會員加入的話 我就是帶你買嘛 你不要問這麼多 好 你看外資昨天是大買中光店的 6164張啊 你說不能追高嗎 難道外資是白癡是傻瓜嗎 他難道不知道追高會有風險嗎 那結果今天呢 你看 是不是三大法人持續的加碼買進 股價就會飆 你認為漲太多了今天呢 最高來到39.25 又再創新高耶 投資朋友 你還要認為股票漲多就不能買嗎 所以標預設立場 如果過去的思維 過去的想法 能夠讓你賺大錢的話 我相信呢 你也不用鎖定我的節目了 因為你自己就賺得到錢 可是這一波的話呢 你錯過了400多點的行情 老師啊 那到底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你如果不曉得怎麼去選股 你也不想煩惱 什麼時候該買什麼時候該賣的話呢 你就加給我李界明就可以了嘛 因為呢李老師呢 有頂尖轉折的八法嘛 買進 有我們的頂尖轉折的釋法 賣出 或者避險放空的話呢 有我們頂尖轉折的五到八法嘛 很清楚嘛 因為有多就有空嘛 多空的循環嘛 我也告訴各位很多次啊 我不是死多頭 只是目前為止 我看不到任何放空的理由 或者說呢 悲觀的這種這個想法嘛 因為外資一直在買嘛 美國股市它也開始直穩繼續往上攻啊 所以不用自己嚇自己 好 傳達股呢 我們鎖定9921的巨大 今天呢 是不是連漲四天再度過高 是不是天天漲不停 他今天也有低點啊 可是你找盤去砍的話呢 好像又錯囉 好像又錯囉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去選股呢 好 你說今天應該所有股票呢 都要往上創新高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手中 沒有任何一檔太陽人的族群 今天的中美金 逆勢重挫 而且呢 再創新低 很簡單嘛 你看三大法蘭的話呢 你看喔 所以啊 一定是找籌碼站嘛 從3月18號以來 三大法蘭是一路的賣嘛 賣不停嘛 結果呢 股價是不是破底 那如果好的標的的話呢 你看537的中光店 是不是 法蘭呢持續的買股價就是什麼 就是過高嘛 巨大也是一樣啊 你看 從我幫你鎖定以來的話呢 是不是天天漲漲不停 你昨天有沒有低點可以買 有耶 投資朋友 可是你知道應該逢低站在買方 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你覺得漲太多了嗎 這股價市場的話呢 真的啊 股市投資啊 跟操作的心態 錢怕狼啊 後怕虎啊 怕東怕西 你當然都不敢進場啊 要不然的話呢 有的投資朋友呢 是什麼 斤斤計較 覺得說呢 一定要買到最低點 不是最低點的話呢 我就不買 一定要賣到最高點 如果呢 沒有賣到最高 我乾脆不要賣了 你就會患得患失啊 這是操作心態裡面呢 最要不得的一點 那不然就算是呢 賺一點就跑啦 是不是很可惜 要不然呢 你的股票的話呢 什麼時候會爆 套牢的時候呢 你爆到天長地久 以上這三點 如果你符合這三項要點的話呢 不適合在股市中投資跟操作嘛 老師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這三點我都有這個條件了 都有這樣的一個操作習性了 那你就跟著我就可以了 我們一檔接一檔的股票呢 我在節目之中呢 很清楚的告訴各位嘛 攤在陽光底下 你都得到了見證嘛 那得到了見證以後的話呢 你到底 要相信李建民李老師 還是要相信你自己呢 不管如何嘛 反正這個禮拜六的話呢 我們有一場免費的投資講座 尋找下一檔置冠 我會告訴各位 到底我是怎麼樣挑到呢 像置冠 短期間之內呢 可以很快累積你 人生財富的標股 4月19號呢 這個禮拜六的下午 2點到4點在台北 因為呢現場的座位有限的投資朋友呢 務必要趕快打電話預約報名 我們先休息待會呢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顾得投顾 林老师 免费讲座 要带您寻找三个一档志冠 7月19号 星期六下午2点 在台北 签了一个球播 报名转线02-2579-1155 02-2579-1155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师说 所以家里装修 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家都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有一个好消息 要跟投资朋友特别去讲 在4月19号 这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到4点 李老师在台北 有一场免费的投资讲座 标题是寻找下一档志冠 到底李老师是怎么样 挑选到像志冠 短期间之内迅速飙涨的标股 我会在演讲会之中稍微透露 我是如何去挑选的撇步 另外的话如果 说不定你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拿到李老师的一个顶尖标股2 非常难得的机会 所以投资朋友务必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现场的座位有限 你务必要赶快打电话预约报名 你不要说到时候临时跑到我们的会场 那很抱歉 真的是基于大家来到会场的一个权益嘛 好那么今天的大盘差11点 再度创下近三年的新高 你看一下喔 4月10号大盘最高是8978点 今天最高是8968点 仅仅只差11点 我认为8978点过与不过都不是重点嘛 你能不能赚到钱那才是重点嘛 大家要关心的事情是这个嘛 投资朋友我知道你的心态是 绝对不想要去追高强劲 我很清楚 就像我的朋友呢 我之前也告诉各位我参加聚会 之前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呢 我是报给他康书啊 他说呢涨一段了 然后呢后来我告诉他呢 3月25号的时候呢 我告诉他那宜特可以特别留意 为什么 因为法人的话呢 积极的站在买方啊 最果是很够意思啊 我不是在宜特大涨特涨之际呢 告诉我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的话呢 我也是告诉各位嘛 我们基于道义的责任 本来有的股票逢高卖出的时候呢 我不方便透露啊 可是我尽量帮助各位啊 那好的股票刚刚发动的时候呢 我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啊 要告诉各位嘛 好你看一下3月25号呢 我在节目中也告诉各位宜特啊 你看今天 有没有大涨特涨 有没有再创新高 当然我也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各位 我们目前呢已经没有宜特了嘛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老师的话呢 讲诚信很重要嘛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 中光电我们持股续报 我就是续报嘛 而你看了我的节目的话呢 你赚到都是迎头小利啊 你不觉得太辛苦了吗 当然我很感激呢 观众朋友呢 你对我的支持嘛 因为没有你的支持 也没有今天的我 可是重点呢 如果这一个波段 你没有赚到钱的话呢 你要去想到底问题症结点在哪边 老师我还是 我也是做多啊 那为什么我买的股票呢 就是不涨 或者说呢 好像呢 李老师你之前操作过的股票 我买就赔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再好的股票呢 当它涨多了 来到目标价位的时候呢 你要懂得卖嘛 比如说一粒店 好你看了我的节目毫无保留 4月7号呢当天买信呢 我就告诉各位了 什么时候卖我 我们有没有告诉各位啊 投资没有 我算很够意思了啦 我如果不告诉你的话呢 我真的很怕 你追待一粒店的相对高点啊 好 4月10号卖一半 4月11号全数出清 完美的操作 你看一下一粒店哦 4月11号呢我全数出清了 老师啊 应该拉回要站在买方耶 好 4月14号你去买 今天呢 破底耶 投资没有 所以没有我的指令的话 那你不能随便去接 一粒店我高档已经全数出清 我已经在节目中short time了 我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刻哦 我把它的分时价位呢 完整的呈现 我们通通是穿价成交啊 所以你跟着我操作要买得到又卖得掉嘛 而李老师有没有说到又做到 如果我高档卖掉的股票呢 你随便去接的话呢 你等于是跟你见面李老师对坐啊 你也跟市场的主力对坐 好 所以股票市场的操作的话呢 你要很清楚嘛 第一个 你要做对方向啊 2月5号大盘起账以来 是不是做得都比较好赚 当然是啊 老师可是礼拜一哦 有40党股票呢打到敌听板啊 你昨天也知道答案啦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金管会的话呢 要打压那些啊 涨得无法无天的标股啊 如果有的股票是有本质的话呢 那当然是OK嘛 没有问题啊 可是如果纯粹只是人为炒作的话呢 当然呢 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话呢 要做什么 要做一个控管嘛 他还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安全嘛 可是重点呢 方向还是什么 持续看多嘛 你方向做对了 再来的话呢 就要选对个股嘛 上市加上跪 1400多档的股票 你要怎么去选 好你选对个股的话呢 你的价位对不对呢 同样一档股票 为什么有人买是赚 有人买是赔钱 你看到这个五四八三的中美金啊 我们把图缩小你看哦 中美金没有错 曾经呢 有一波的涨幅 你看中美金的话呢 什么时候你该卖啊 不要讲说你要卖在3月13号啊 你看这个 他真正转落的点呢 是3月19号嘛 因为他跌破一个什么 跌破颈线的位置嘛 所以真正呢 一个高手的操作的话呢 他会在3月19号的话呢 把中美金全数出清 而且呢 不能去抢任何的反弹嘛 为什么 因为趋势是往下的嘛 而且呢你看法然的话呢 持续什么 正在卖方啊 好再来6644的贸底 是不是也是一样 之前呢涨一波 你如果没有赚到 往下跌你又参与的话呢 那当然是什么 当然赚不到钱嘛 如果这3点呢 你都没办法掌握的话呢 还有最后一个希望嘛 就找对老师嘛 你找到好的老师 那不见得上天堂 可是至少呢 你可以累积人生的财富嘛 股票市场的操作呢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你只要选对好的标的 可能呢短线操作 或者说波段操作 我相信啊 你自然呢能够在股票市场呢 赚得人生的财富 然后呢实现人生的梦想嘛 当指数呢又要再创新高的时候呢 你要想的不是风险啊 对不对啊 在我李建民的字典里面呢 没有涨太多这3个字啊 只有还没涨完 也没有说跌太多喔 只有什么还没跌完啊 所以你仔细细体会我讲的这2句话的话呢 我相信啊 你一定能够知道呢 到底怎么去掌握你选股的策略 或者说呢你怎么去正确的操作嘛 好一档好的股票 我说没有出现卖出的讯号 我一张我都不卖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卖太早的话呢 什么时候要接回来 如果在刚刚起账的时候呢 你切入 我请问各位 你会不会被洗掉 不会耶 所以真的股市的赢家的话呢 是在转强点的时候呢 什么 赶快做切入嘛 比如说呢 上个礼拜四中方店是不是有绝大进场点 当然是啊 股票不是去追涨停 而是买到之后呢 抢收涨停板 好 接着呢两天的拉回 如果你都不买的话呢 你看到中方店呢 哎呦我的天啊 老师啊中方店变成什么 标股咧 因为呢 昨天差一点第二支涨停板 你有没有看到 抗讯的验证嘛 你会不会希望盘中收到这张抗讯 可是你没有把电话拨通 你没有加入我的行列 你敢去买往下跌的中方店吗 你如果跟着我们的指令的话呢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恭喜你 因为呢 昨天你就会说到这通 恭贺中方店大涨 再创近三年新高 持股仍然暴牢 操作股票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很轻松很愉快吗 有没有再上近三年新高 那么昨天外资啊 持续的大买6164张的中方店 今天有没有再过高 有哦 老师那中方店到底什么时候要卖 你就跟着我就对了嘛 不用想这么多啊 相信专业啊 而4月19号这个礼拜六 我们在台北下午的2点到4点 我有一场免费的投资讲座 标题是寻找下一档置冠 我会呢 告诉各位呢 我到底是怎么去挑选到 像置冠这样的标股 甚至说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你还能够拿到顶尖标股2 我希望投资朋友呢 务必要好好的把握 因为呢 现场的座位有限 投资朋友呢 务必赶快打电话 预约报名 电话拨通 自然财云恒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有所推荐分析出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顾的头顾 林老师 免费讲座 要带您寻找下一档志冠 7月19号 星期六小时2点 在台北 签了一个接波 碰 我们先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的头顾 顾的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的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顾的头顾 林老师 免费讲座 要带您寻找下一档志冠 7月19号 星期六小时2点 在台北 签了一个接波 碰 我们先线 0R-2579-1155 0R-2579-1155 朋友都问我 为什么要搬到桃园 我都反问 你们看过力宝W1了吗 晴天29层 南侃唯一现代地标 中正路2200坪 绝板角地 力宝建设33年豪宅品牌 南侃交流到一分钟 国门第一都 力宝W1 全新落成 03-353-0888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有所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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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平浩旺 精品家具 一次都互买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春季三出送 现正实施中 奇怪 都没有要吃 我都没有要洗 那我来啊 不是 不是